村长也是个雷厉风行 直接拉着李盈川就出了门 先是去了村东的老木匠八老七家 随后又去了村西的瓦匠马宝国家 主要人员找齐后 剩下的再找几个小宫就可以直接动工了 与此同时桂花审集匆匆地跑到了毕老太太家 老毕姐姐 你这老二家的孩子出息了 都开始盖大房子了 没说让你去住啊 我才不惜去他家呢 还改新房子 住的习惯吗 李盈川则是带着二宝和大虎来到了供销售 买了盖房子所需的砖和水 交代了二宝他们压车回去 自己一个人则去了县里瓷砖厂 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激烈的争论声 老弯啊 你们销售科能不能多出去跑跑 你现在去库房看看 瓷砖都堆成山了 厂里的瓷砖卖不出去 你让老少爷们都吃什么喝什么 厂长 这能用我们吗 咱们整个是穷的叮当响 工家也不盖房子 我们的瓷砖卖给谁啊 我出去跑就是跑断团也没用啊 你要是真有本事 你去告诉市长 让他多盖几栋大楼 到时候都用上咱们的瓷砖不就行了 你这不是抬杠吗 工家不盖房子 那你不能推销给老百姓吗 哼 老百姓 现在这年头老百姓神瞎用瓷砖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老王 你这什么态度 马有为 我今天就这态度了 你要是不满意老子不干了 以后爱谁干谁干 老王 你别走 不愧是铁饭碗的年代 这是不给厂长一点情面啊 还真是一点也不怕领导 马有为气得都快发疯了 他原先是商业局的 有一个商业局书记的老岳父 本来想着来厂子里杜杜金 回去好生一生 没想到却将自己陷入了泥潭 我叫李银川 我想来买点瓷砖 小伙子你要买瓷砖 你是哪个单位的 不是单位 我自己家用 一听李银川是自己家用 马厂长顿时就泄了气 厂长 我刚刚听说咱们厂里瓷砖卖的不好 我这边有个招 可能能帮你卖出去很多瓷砖 甚至可能帮你把你们厂的瓷砖 全都销出去 什么办法 我前几天跟我一个哥哥喝酒的时候 还听他说起过您 他也知道你们厂子瓷砖滞销 让我可以的话 尽量帮帮你们 你哥哥是 他叫王金鹏 没想到这小子的哥哥 竟然是王局长 既然你是王局长的弟弟 我也不瞒你 我们工厂确实瓷砖卖的不好 这样吧 你如果能帮我卖出去 我直接以成本价给你 多余的利润全归你怎么样 口说无凭 先带我看看货 如果行的话 咱们签合同 两人来到了仓库 偌大的仓库里堆满了瓷砖箱子 这就是我们厂的全部存货 你要是全能卖了 我们瓷砖厂一分钱不赚 利润全是你的 我们为你打工 怎么样 李英川没第一时间接话 直接在仓库里溜达起来 没议会的时间 李英川心里就有数 跟马友为谈好价格后 两人签订了合同 放心吧 马厂长 我一定全给你卖出去 你先用厂里的拖拉机 给我拉三百块钱的瓷砖 行 我相信你 很快李英川的房子就盖好了 随后把几个瓦将召几个馆 在李英川的带领下瓷砖很快就贴好 怎么样 我这个房子效果不错吧 川哥 你这脑子怎么长的 我真想打开来看看 这都能想出来 你们觉得咱们搞个工程队出去干 这个能不能挣钱 能啊 太能了 川哥 我有点想干这个 这玩意就是干也是小打小闹的 你说我兄弟 将来是要跟我挣大钱的 你先跟二宝干一阵闷子吧 到时候有合适的就让你干了 行 川哥你说啥就是啥 此时的房子四周占满了人 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都来看稀奇 谁也没想到房子还能这么改 大家如果有喜欢紫墙体效果的 请跟李英川联系 一瓶一块五 听到李英川的报价 围观的众人全都走了 晚上的时候周素贞找到了李英川 儿啊 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定得太高了 你看村里人问了一圈 没有一个想做的 要不听妈的 咱弄得便宜点 老娘 您就放心吧 您儿子做事差不了 不用降价 今天已经晚了 都去歇歇 等明天再说吧 你们放心 到时候我使出个绝招 保证咱们的生意火爆的不得了 儿啊 什么绝招 保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 李英川的来到了一家照相 同志 你好 大清早的 有什么事 同志 我想照相 请问一下能上门服务吗 上门服务 乡下来的吧 你开什么玩笑 想照相你就过来照 机器那么贵 拿出去磕了碰了你负责吗 没见识的 我加点钱行吗 加钱 你瞧不起谁呢 我这可是国营单位 少用资本主义拿他来腐化我 走走走 不照相就赶紧走 就在李英川准备发火 身后传来的熟悉的声音 老毕 我姑娘的相片洗好了吗 冰导 早就给你弄好了 正想一回给您送去呢 没想到您还亲自来了 这不是银川老弟吗 你也来照相啊 是啊 王哥 想来照个相 天 我还忙 改天再聚 老毕啊 这是我小老弟 好好给他照照 冰导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的给这位老弟照个相 小兄弟 你和王局长认识啊 喝完酒还去王哥家里坐了坐 兄弟 刚才是我的不是 对不住了啦 你早说是王局长的朋友 我还能说啥 对了 你刚才说要上门服务 这个服务有 去哪招啊 去白云村 上门服务需要加多少钱 上门服务怎么可能加钱呢 这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 我还有个要求 照好的照片 到时候能不能放到橱双里 当便也给我弄一个 类似的手写小广告 没问题 这都是小事情 放橱双里 加手写小广告需要多少钱 还是那句话 为人民服务要什么钱 你再说就是买台老哥了 行吧 那谢谢老哥了 两人来到了家中 将照片拍好后 立刻回了县城 当天晚上加班搞了出来 随着李银川的广告 打了出去 第二天就有客户找上了门 春林 我要咱们家的房子 变成这样 要是能这么结婚 这辈子就值了 把家弄成这样子 我一辈子听你的 听到媳妇的最后一句话 王春林就觉得一股力量 从脚底下直冲到脑内 为了家庭的地位 为了男人的尊严 必须狠狠拿下 小兄弟 这个怎么卖的 一瓶一块 我不讲价 这么贵 春林 我要 我要吗 行 媳妇 你既然喜欢 就这样弄